基辅公路上个月底排除万难 正式通车 假日限车潮涌入平溪 有民众甚至表示 在塞在车阵中是超过一个钟头 现在非假日十分各主要的景点 虽然是不塞车 却也停车一味难求 为了解决停车问题 公属于延泥密地来披荐停车空间 应该是有 因为我们去现在缩短路程 他们基隆那边要过来也比较快 我们要出去也比较快 多了一个交通道路快速的 应该是对我们平溪应该有帮助 上个月底基辅公路的开通 对于平溪区的连外交通而言 有很大的注意 新路带来大量的游客 和更多的经济效益 但无论平假日 人车的大量涌入平溪地区 也出现了停车腹地 不敷使用的问题 当然相对来说 因为这个车流量变大 那目前来说 因为十分地区 街道比较狭窄 那可用空间 停车空间也比较缺乏 那所以目前规划的停车空间 可能相对来说 可能没办法那么多 满足这么大的停车量 所以目前对于十分来说 假日的时候 停车实际上实际上 对于是有点不方便 基辅公路带动地方的人潮与观光效益 但是平溪地区地区 地狭人酬到了假日 停车会一味难求 只能呼吁民众尽量搭乘大众运输工具 以免因为找车位或塞车 坏了游玩的性质 那目前来说 我们这边 区公所这边也有针对了解一下地方 可以用的停车空间 那我们也积极跟辅端这边去沟通 那是不是针对一些停车场的规划 还有交通动线 我们可以再做规划 那实际上让这个停车 可以迅速地可以获得解决 那当然只要停车解决的话 那当然交通动线就会比较顺畅 也可以降低 降低民众他停车上不方便 基辅公路排除万难终于开通 加上十分瀑布的重新开源 使得平溪各景点不分平日 假日都有大量游客到访 面对如此的车流量冲击 相关单位该如何应对 这将是接下来的一大挑战 介纯薇 平溪 采访报导